大家好,又是我的星星,和大家的職人吹水 真的很高興,在家裡收拾垃圾,拿一大堆東西出來 看起來好像廚餘垃圾一樣 大家都看到,牌圖已經很高興,做紅油 當然要把所有的香料都拿出來,精銳進出 很久之前也上載過一張照片,我自己做的紅油 當時很多網友都問,可以有時間分享一下 今天就拿一些材料出來和大家吹水 雖然好像不是太足夠 但我都買了兩包滷水料 這裡就寫得很清楚,有些成分 還有一包大的,這些很難看,這些很容易看 我們有桂皮、草果、金草、花椒、八角、香葉、沙薑、丁香、陳皮、小茴香 當然我們做一個麻辣紅油 麻味、辣味都要加強和突出,才有自己的個性 我把所有材料都倒出來,讓大家看看 為何說是乾料呢?我們還有濕料 先吹一下這些 然後倒出來,這裡是一包小的份量 一包小的份量,日常用一包做滷水雞肉 這包小的份量是一包小的香味 至於麻和辣的味道呢? 首先有一個叫紅花椒,有一個叫青花椒 我們也要加強和辣的味道 我們要加一個湯匙的紅花椒 香味,少許花椒的辣味,少許青花椒的麻味 辣味的來源,大家可以看到 有兩隻乾辣椒,這個叫子彈椒 然後放五、六顆 這隻叫做炒皮椒 都是一些不同的香辣味的組合 我們也要加五、六顆 乾料都齊了 濕料有什麼呢?我們先放開這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辣味的來源 就是指天椒 我們不要加太多 正如我剛才所說 大家要平衡的味道 哪個都不要搶到哪個 這個紅油是一個基本來的 我做這個紅油沒有其他味道 主要都是香、麻和辣 還有一些濕料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隻紅辣椒 如果大家有的可以再加多一隻 因為整個紅油的紅色就是靠辣椒 如果大家喜歡吃很辣的就可以再加多一隻 但是加兩隻就差不多 現在我們把材料稍微沖一沖水 辣椒洗乾淨之後 就把材料 pals搭到中 把זה倒出來 也要到遍水滋一沖 要把東西的水沖一沖 sehr 從來あい to 沙漏或 strength 就沖一沖 把那個文件絲乾淨水 這些我們要逐一處處 用蒜頭 Rate它 拍一滑 讓它很容易會變得美味 這些也是 調節加再取過 讓它有不同的香料味道 我們切絲 最重要是這些大紅辣椒 做出來的紅油才夠紅 這個叫紫天椒,紫天椒是辣味來源 沒有什麼竅門,最重要是先去廁所 急尿前就不要切 為什麼呢?試一下就知道 這樣切好 然後放好 香料洗乾淨,瀝乾水 濕料液準備好了 倒七百毫升的生油 我們洗乾淨的鑊 不要預先燒熱 現在我們先開火 開火之後調小火 調小火之後 先放一些濕料去燙一下 這段時間,如果家裡有什麼防毒面具 有什麼強力抽氣線 現在就全部都開了 為什麼呢? 很厲害 倒下去之後 我們還是保持著最小的燈心火 慢慢烘一烘 讓辣椒的辛辣味 扯一扯出來 還有蒜頭、乾蔥、芫荽的香味 最重要是不要大火 給點心機耐性 炒至怎樣才可以呢? 鑊會告訴你 它會告訴你的鼻子 當你有一點刺喉喉喉 想咳之際 就差不多了 做這個菜 也就是 家裡儘量不要浪衣 和炸鹹魚一樣 要不然 煮完送的衣服 要立即去洗 不然香到幾條街都聞到 現在開始有少許來料 割喉了 接著倒一些乾料 然後倒下去 保持著最小的火爐 慢慢把乾料燙到香味釋出 期間保持著小火 切機切機不要大火 做這個紅油 做這個紅油 任何火爐一出錯 一有糯味 整個紅油都會弄掉 這次和大家最主要是 分享最基礎做紅油的方法 至於香料和味道 大家可以儘量因應自己的口味 去增加 炒到這些材料 開始乾身 鬆身 聞到有些濃烈的辛辣味 花椒八角味 現在這段時間 我們下油 倒七百毫升的生油 期間保持著最小的火爐 慢慢加熱 油慢慢加熱 過程中 將所有香料的味道 麻味、辣味 慢慢逼出來 不要千萬燒滾油 放些材料 這樣很容易成為麻辣紅油 只有焦味 而沒有其他味 給點心思 加熱到什麼程度呢 大約160-180度 我們盡量不要讓油大滾和起黑煙 至於這個紅油 如果大家想紅色的色澤更漂亮 加多兩種紅辣椒 或是指天椒 加強辣味 以前做的 我們會混合少少紅菊米 甚至乎入行時 老師傅 有一種很懷舊的香料 叫做紫草頭 大家應該很少聽 這隻 現在也是少買到 都是增加紅油的色澤 做出來會更好 但在家裡 我們注重它的味道 已經可以了 現在剛剛煮起了 大家看到中間有少許泡 期間要保持小火 我們要慢慢把香料的香味 慢慢逼出來 要逼多久呢 這個過程約5-6分鐘 盡量不要讓油大滾和起黑煙 保持小火 現在炸了8分鐘 慢慢炸 讓它慢慢逼它 逼它的香味和辣椒的色素 慢慢逼它出來 還要炸多久呢 我們看看濕料和乾料 我們現在要炸多5分鐘 全程約12-15分鐘 記得保持小火 想這個紅油的天然色澤更好 加多一款新鮮的短身辣椒 辣椒的色素會比較好 當然我們做這個紅油 就不會像在坊間外面那樣 很大紅大紫 很優美 我們現在就沒有味 只是一個基本麻辣的香味 其他味的來源 可以參考一下 涼背雲耳 現在全程炸了15分鐘 全程不要加火 保持燈心火 最小火 因為它越炸 它的泡沫就越密 代表裡面乾料和濕料的水分 都逼出來了 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準備一隻乾淨的碗 隔篩 然後 我們用一些紅油 慢慢倒進去 把所有的香料和濕料 隔一隔 隔乾淨的渣 我們稍微放一攤冷 把它瀝一瀝 大家看到 這個紅油 呈現金黃色偏少少紅 它不太紅 放到暖暖的 我們就準備兩個玻璃瓶 我們就盡量 有時候買些產品是膠蓋的玻璃瓶 用完就洗乾淨 把它儲存 這些膠蓋的玻璃瓶很好用 如果沒有的 就去大型家師店 姨媽家師店 現在都是十幾二十塊 膠蓋的玻璃瓶 我們儲存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弄到我之前的這麼紅呢? 就是辣椒粉 我以為家裡還有少少少 以前留下的泰國林真香辣椒粉 原來沒有了 然後就去買少少 這隻是越南的 我問了小朋友說 味道也不錯 我們就這樣倒下去就可以了 我一瓶下 我又一瓶不下 這些辣椒粉 我們不用煮 我們現在的油溫 要放到六成左右 我們現在就慢慢 將它入瓶吧 最重要是玻璃瓶洗乾淨 不要有水 倒下去之後 趁油裡面有少少余溫 讓它慢慢放涼 剩下這個 剩下這個 我們就進一步 隔一隔 慢慢倒下去 兩瓶倒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分別和色澤 大家可以看到 加了辣椒水 會變得更濃 深了很多 和紅了很多 這隻的辣味的香味 會更加好 兩隻之中 為什麼要分兩隻做呢 這隻呢 偏向日常用來 炒菜 或者有些 偏向麻辣的 或者炒薯絲 或者做其他東西 都可以的 這隻 紅一點 這隻 就用來做涼拌 至於味道 那些 鹹味 酸味 那些 就用後加進去 加完 然後倒入少少少紅油 這樣就已經很棒了 喜歡吃麻辣的 網友可以給我一個讚 我星星 喜歡香料網友 當然訂閱我 職人吹水的頻道 幫我分享 麻辣 紅油 今次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下個視頻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喜歡就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